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给菲律迪亚的信 第四个题目 就是菲律迪亚是英许的继承者 在第九节 父会的基督答应 有一天犹太人和所有怨恨毁绑基督徒的人都会跪在基督徒面前 这是一个新的纪约 列国必谦卑地屈服于犹太日 就正如以撒尔阿先知的话 曾经欺压过你的这些人的子孙 要来向你屈服 凡轻视过你的人都要在你脚前跪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远景 天主的应许 就是我们灵修的基础 所以暂时我们要忍受很多东西 但到后天主会主持功读 也是基督徒的信仰 就是犹太人 在犹太这个国家 有一天会失去了他的地位 而他们的地位 在天主的计划当中 是会让给新的教会 一个犹太人 在天主的眼中 已经不再是亚巴朗的子孙 因为耶稣说他们没有遵守到亚巴朗的教会 教会就会成为新的以色列 所以所有的英许 本来是给以色列的 今天就会给了新的以色列 即是基督建立的教会 这种的英许 是相反了犹太人一向的期望 他们以为他们得天独口 是天主的天之嬌子 所有人都向他们跪拜 但是基督服务的基督给他们看到 基督才是所有人的主 而祂建立的教会 是为所有的人 不只是为犹太人 这里就带出了教会的普世性 菲律提菲尔这个教会 会看到那些中心的教徒 正如麦士律说 你遵守了我的话 没有否认我的名字 所以他们得到的想报 就是天主所应识的 至于将来的教会 将来的世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就要看一下 每一个基督徒 是不是由头到尾都这么忠心 除了应许的继承者 这个题目之外 接着呢 第五就是 凡持守的必蒙保守 这就是父基督的应识 你持守天主的道 生活天主的说话 天主也都必定持守你 在第十节 他说 因为你遵守我论忍耐的分言 如果我们如同耶稣基督 在世上的时候 所显示的忍耐 我们的结局 都会是 好像復活的基督一样 基督 给我们看到 他世上 为了救人类 他忍受了很多东西 起码我们看到三样 第一 就是基督的忍耐 是我们的冒犯 第二 基督的忍耐 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 他说 双目尚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 也就是耶稣基督 和完成者耶稣 他是那些 放在他面前的欢乐 轻视了凌辱 忍受了十字架 现在坐在天主补偿的右边 所以基督 启示给我们的 就是我们要效法他 我们暂时摆开一些快乐 而肯占卑承受凌辱 忍受十字架 有一天 我们都会在基督一样 坐在他的右边 第三 耶稣基督的忍耐 也是一个保证 正如希伯来书第二章 他说 他既然亲自经过试探 受了苦 他必定能够辅助受试探的人 这个也是我们的灵修 我们受试探 不用怕 因为耶稣都经历过试探 一定会帮助我们肯面对试探的人 第十节 走回去 犹太人的信仰的特质 犹太人相信 时代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的阶段 是坏的 第二个阶段是好的 而两者之间 这两个时代之间 是恐怖时代 是审判 是毁灭的时代 任王冬奴写默士律 写到这里的时候 他是特别指出 这个两者之间的 我们相处中的 一个恐怖的时代 即使当这个时代结束 这个世界都会有消灭的时候 那些忠心于基督的人 在他的保守之下 必定仍然会安全 无事 这个也是信心和灵修的基础 世界无论变成如何 忠心的人 最后会得到安然无事的 接着第六个题目 就是应许和警告 在第十一节 应许和警告 是两样在一起 復活的基督 告诉人们 他将要快乐 新药里面 经常都说到基督会再来 基督再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就是警告那些不警醒的人 走着耶稣马六方二十四章 《讲博人》等主人的比喻 因为主人迟迟都未来 那些人就开始敲打自己的同伴 或者和罪汉一起吃喝 所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就要铲除这些人了 所以第一个警告 就是今天不醒悟的人 不断地欺诈其他人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就会铲除他们 聖保禄 也都曾经警告 得撒来人 说出他们恐怖的命运 在得撒来人 后书第一章 聖保禄 他警告得撒来人 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些不信重的人 将有极悲惨的命运 所以除了第一 警告那些不警醒的人之外 第二 就是基督再来 是为安慰那些受压迫的人 至于 《雅各伯宗徒》 鼓励那些忍来的人 去安慰一切被压迫的人 《雅各伯宗徒》 鼓励他们的弟兄 应当忍耐 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就好像幼道 一下子 基督就来 他会改得及时 所以能够进入天国 在《雅各伯宗徒》里面 基督再来 为一些不警醒的人 是一个警告 为那些服从基督 而不断忍耐的人 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还有一个警告 就是复活的基督 提醒佩特迪比亚的教友 要坚持所有的 在第十一节 他说 你不坚持所有的 有一天你的皇冠 便会被奪去 不是因为人 抢走了他们的皇冠 而是天主将他们所有的 转移给那些 堪当的人 在圣经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例子 天主将原有的人 所拥有的东西 转移到别人身上 《创制记》二十五章 我们也看到的 就是 雅各伯 拿了厄社会的地位 他本来是长子的 雅各伯得到了长子的一权 在撒母以上十六章 撒乌尔皇帝 亦失去他的皇位 而转移到在达美身上 余特斯 失去他拥有的 而归到去 玛提亚中途身上 猶太人 失去他的地位 而转移到 外邦人身上 罗马斯十一章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悲剧 很多人 本来拥有的东西 或者拥有的工作 因为他不堪当 于是 本来所有的 就会转移到别人的身上 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很好的礼物 或者工作 但如果你表现得不堪当的话 这些事情 就不会永远都属于你 而会走到别人的身上 所以 应许和警告 是一起出现的 最后这个题目 就是讲关于 几个应许 在第十二节 父会的基督 答应 忠心的人 有几件事 第一 忠心的基督徒 然后会使他们 成为天主殿语的主子 所谓主子就是必立 教会的主 主石 是一个对教会的支持 也是一个恩 那 八德路 阿国伯伯 药王 是早期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柱 所以 成为教会的支柱 是一个荣誉 这里第一点指出 忠心的基督徒 也都好像这三位中途一样 他们成为天主殿语里面的支柱 第二 忠心的基督徒 不用再出去了 刚才他们都讲过 不出去的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 有保障 你看到 菲利德菲亚的人 曾经经历过 地震 和渔震的威胁 所以他们不可能 住在屋里面 因为屋 随时因为渔震 会裂 会塌 会塌 所以他们要时时 走出外面 空缸的地方 或者在乡村里 记住 但是 圣经说 将来不会的了 你不用再走出去了 这个就是应许 即是说 在基督里面 生命 不需要再这么悲观的了 基督来到之后 不用再流离失所 有固定的地方 和这个地方 是永远 和天主在一起 中心的基督徒 在最后 他们成为天主殿语的支柱 为我们来说 我们经过世上的战争之后 到达到天主临在的地方 生活着无困扰 去到一个生活无困扰的境界 这个就是几个应许的第二个 最后第三个应许 耶稣基督写给中心的仆人 祂说 天主的名字 会刻在他们的身上 什么意思呢 以前 所有小亚细亚的城市 包括菲律德菲尔这个城市 当他们有圣德的司徒 死了之后 为了荣耀他们 就在殿雨里面 成立了一些新的支柱 而刻在天主的名字 或者这些司徒的名字在上面 永远受人的尊敬和纪念 去中心的教友 也会得到这样的名字 我们也看到 以前奴隶的时代 主人的名字 会刻在奴隶的身上 就为了被人看到 这个奴隶永远是属于我的 你不可以抢走他 所以中心的奴隶 也都好像 即是奴隶一样 天主的名字 会刻在我们身上 凡中心的 必定带有天主 明显的印记 所谓这个印记 就是我们的荣耀 天主的名字 会刻在我们身上 在旧约圣经里面 当天主祝福梅塞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应许 所以他们应该将我的命 扔在以色列的人身上 而我们就是新的以色列的人 同样的意思 就是中心的基督徒 他们会将新的耶路撒冷的名字 刻在他们身上 就正如厄释克尔所说的 中心的仆人 他们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子民 这个就是指 天主的子民 是永远会享受天主的临座 所以中心的仆人 是永远属于天主的 这里写给菲律迪耶的教友 也都预告了他们 也是天主的新的名字 刻在他们那里 经历过恐怖的地震之后 他们曾经得到 罗马皇帝的诗恩 资助他们 重建他们的城市 所以他们给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Neo-Cesarea 就是说 新的埃撒的城 用来纪念爱撒 给他们的大恩大德 基督徒同样 因为他们喜欢基督 基督的新的名字 也会刻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菲律迪耶的人 很明白到 这个新的名字 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有想象 我们没有想象 这个新的名字 但是因为 没有人知道 不要紧 在第十九章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其实现在我们应该明白 所谓的新的名字 所谓新的名字 天主 永远都和 终生的人 在一起 所以 这七个题目 都可以综合了 写给 菲律迪耶教友的信 是一个很正面的 positive 只要你忠于天主 天主对你的答应 始终是会实现 希望我们 用他们的行动 我们的生活 也都效法 这个城市的人 永远是忠心的福音